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这个全国政协的会议上呢 就有人提出来了 这个进入小学的这个曲目 要选择现代经济曲目 不允许学习这个传统的经济曲目 我就想问一下田老师 您听说过这个消息吗 您对此就是怎么看的 我听到过这个消息 听到一见过这个报道 你提到的这则消息啊 我也听说过了 这个据说就在今年的这个全国政协会上 为此事啊 有一个激烈的讨论 这个京剧现在已经进入小学课堂 这个问题 本来是没有争议的 因为京剧是国粹啊 那么 京剧属于国粹 小学生们应该学习 这是应该的 哪怕就是选修课和一般的娱乐课 也应该呢 有京剧的介入 这是没问题 也正确或者也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争论 争论的就是关于进入中小中小学 这个京剧的巨目问题 据说在前段时间呢 只允许现代戏进入小学课堂 这现代戏呢 就大家都知道 过去叫称为样板戏 这个就是什么 只剧维护山呢 是什么轰登记呀 沙家帮啊 什么杜鹃山呢 七七百五团呢 等等 是这些个戏 允许这些个戏 进入小学课堂 但是传统剧目 没有开放 因此在这次政协会上 有很多人提出来 就是现代这些京剧剧目 不能代表京剧 我 旗帜鲜明的说 我倾向于后面这种意见 我赞成 应该把传统剧目 进入到小学课堂 为什么呢 因为现代京剧这些改革 截至到目前 我们仍然 还有质疑 倒不是说 京剧不可以演现代戏 现代题材 当然可以 但是若我把 现代的这些京剧剧目 作为是京剧的一个 代名词 或者说它 完整的代表京剧 是完全不可以的 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 那大概是在1955年吧 我就听说周恩来总理 在某一个会议上有个讲话 他说 我截止到现在 京剧艺术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艺术体系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现代戏 是到了文革前后 渐渐的这个现代戏 兴起来了 我还是话 不是不可以演 可以演 但是他对于京剧的这个艺术 表现方面 是很有局限性的 比如说 传统的京剧的 蟒袍 玉带 厚底靴子 以及等等的这些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不景 所说的不景 倒是非常简单的 这些东西 它越发体现了京剧的那种 特殊性 个性特点 也就是说京剧 实际上 到了余淑妍 梅兰芳内代人的时候 已经都达到了顶峰 我们常常和京剧 京剧界的朋友聊起来 就大家和书法界的对比的时候 就经常提到 谭新培余淑妍 就是汪昕之 王献之 马滩西洋 就是欧言柳兆 这么排这个座词 也就是说 京剧早在一百年前 就能达到了一个炉火春青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程度 现代戏 当然也有它的突破 但是 它已经改革的 和京剧 有些离谱的地方 比如有人就这样 批评这个现代戏 就是现代京剧啊 实际就是 这个话剧家唱 它过去的那个服装 它是一种艺术性的夸张 所以它各方面都充满了艺术的这个细胞 而我们现在比如 演个解放军 就直接穿军服上来 演个工人 就直接穿着工作服上来 等等 这些东西 在这些服装上 体现京剧艺术 就很难 另外在倒白上 特别我要提到 比如小声 这种演唱和表演艺术 它都是这个 京剧当中的 特殊的一种表现手段 而在现代戏当中 就取消了小声这个行大 没有小声 所以现代戏 是很有局限 那么你会问 那么既然 现代戏 不能真正的代表 或者不能完整的代表 京剧艺术 那么为什么 非要让他进入小学课堂 而不允许传统剧目 这当中可能啊 我判断有这个原因 就是说 许多的传统的剧目 难免带有一些个 封建色彩 比如说 包括封建的伦理道德 以及这个 生鲜鬼怪 带有一些迷信 神话的东西 这些东西 恐怕对孩子们 小的时候启蒙教育 它恐怕会带着障碍 这个问题 可以考虑进去 但是更多的 京剧剧目 有很多意义 也非常的深刻 意义属性有非常的高 应该让孩子们 真正知道 京剧的传统是什么 因此我说 我倾向于后边这种意见 在京剧进入小学课堂当中 应该以传统剧目为主 当然应该有选择 同时也允许 现代剧目 介入到小学课堂 田老师 无论说是传统剧目 或者说是现代剧目 不管怎么说 京剧国粹 现在是已经进入到 小学阶段了 那么书法同样也是咱们的国粹 那书法您看何时候 才能够进入到小学的课堂当中呢 谈到了京剧和书法的关系 我有时候就有一种心酸 心酸的原因就是 书法和京剧 确确实实都是国粹 在都是国粹当中 我们计算一下 书法有多少年 几千年的中国的文明史 始终是书法在伴随着 如果说书法是国粹 它应该是更经典的 更代表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 底蕴素质高度 它的代表性更强 我这一点没有贬低京剧的意思 京剧是国粹 是国具 一点也没有错 京剧拨大基是精深 也是一个正确的评价 但若和书法相比之下 从底蕴上 从宽博上 从分量上 书法就更重要一些 然而 书法却没有一个政府的指令 直接进入小学课堂 然而 我们又必须得说清楚了 就是这几十年 其实早在文革之前 或者更早更早的时间 书法是小学课堂的必修课 每个学校里边 无关小学中学乃至大学 书法是必修课 必须要写字 到了后来 特别是过了文革之后 书法开始就冷落了 小学里边 偶然有大词课 也是一种形式而已 据说现在 有些个地区 省市 自发的 也在搞这个书法教育 书法进入了学校 中小学课堂 但是这是只是一个地方性的东西 或者它是有自发的 你愿意搞 你地方就可以搞 你不愿意搞 你就可以不搞 应该在这个问题上 从国家的主管部门 特别是国家教委 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安排 把它上升到 一时日时的一整当中来 而今天的小学课堂的书法 教师也是随便一找 水平高低 也无人过问 教学质量如何 都没有人过问 应该把书法的这个课程 与它的升学 应该联系起来 不要跟过去的这个科举制度 形成了两个极端 凡事一走向一个极端 就便会出现错误 比如说在过去 以书取试 只要自写的好 就可以做官 恐怕这成了一个极端 现在你自写的多好 跟你的仕途 跟你其他的这个待遇等等 与你升学 是毫无关系的一种事情 这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我 基带着国家政府部门 特别是教委 能有一个具体的指示 在全国中小学当中 普及书法 我总这样说 只有普及才有提高 经常和朋友们谈起来 我不太懂足球 但是有足球这个非常重要的 国际性的一些个经典的比赛时候 我夜间起来要看一看 但是我在看足球的时候 我就常常想到巴西 据说巴西是一个什么 足球王国 于是我又想到我们中国的乒乓球 乒乓球又被称为国球 为什么中国的乒乓球 始终是长胜不衰 为什么巴西的足球 哪个队和人打比赛时候 都是如临大敌 为什么 就是巴西对足球这种普及 男女老少 大街小巷 到处都有足球活动 中国的乒乓球是这样 男女老少 也不管哪个民族的 都喜欢打乒乓球 只有这么大的普及 才可能有提高 如果没有普及 提高就是一句空谈 所以大家看到历史上的 书法的盛兴 跟国家的提倡 皇帝的重视等等 包括那些高官 以及那些个国家要员 他们在这方面表现 都有重要的关系 因此书法 接待着政府的关怀 因为这个话题很长 我们留作下一集 再深入的探讨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朋友们 今天我们向大家 介绍一个U字 这个U就是 U身的U 比如说 我们经常说的 曲静通幽 就是这个U字 但是大家一定注意 念曲静通幽 不要念曲静 曲字只是放在戏曲 歌曲当中念曲 一般的 当弯曲讲的时候 应该读曲 我们现在把这个U字 给大家写一下 请不吝点赞 这样一个U字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 曾经讲过这个三字 表面看来 它跟三字的体型差不多 实际上你要注意 却有不小的差异 单写三字 跟它的不同点 第一 三字相对的小 U字相对的大 这是一个区别 再有一点 下方的笔法 又不同 比如说 写三字 注意下方是这样过来 一笔 这样过来 写U字下方的 这一个转折 是这样的 注意看 写完这笔之后下来 重启一笔 是这个过程 大家说 这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 因为这一笔 在下方 是一笔过 是两笔过 跟这字的结构 有很大的关系 再有一个问题 就是三字 两边是空的 因此三字比较紧凑 紧凑字形就偏小 U字呢 在中竖的两端 有两个腰字 所以加上这些个点化 它就字形偏大 这又是一个问题 再有呢 因为有两个腰字 在两边 填满了这个中间的空白 所以这两个数笔 相对的 就是左右两数 相对的要长一点 好 我们边演示 边讲细 这一数笔不要太粗 它应该啊 比左右两个腰字 稍稍的重一点 但是 要注意这个度 因为是U字 这个笔画 相对要高一些 到这停下来 再写这一笔 是这样的 我们再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左右这两个腰字 就类似脚丝 这种写法是一样的 注意看 这是一笔下来之后 顺连地往下点了一个点 这是欧阳远远's 这是欧阳远的笔法 再看 条上就是说这个点和他没有 没有对到这来 跟这地方对正 右方 也是这样 欧阳荀在第一笔过来 这个地方 是用了这样一个点 单写 大家会看得清楚一点 是这个形状 但是前辈书家呢 这样写的也很多 就直接往上走 这样写 对不对呢 也没有错误 但是 不想欧阳荀这么讲究 所以这种讲究 越是精密精细 让人才可以一再的回味 发觉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很高深 很奥妙 好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 演示一下这个U字的 一个整体的写法 学习一个字的时候 要首先看它的轮廓 看它一个整体的形状 比如说 这样一个U字 从边线去画一下 一看 基本是方形 基本是这种形状 所以先看完它是这个基本形状 比如说写一个U字 看一看它轮廓呢 基本是个扁的 写个以为的U字 也是这样 一看它的这个轮廓 整体是扁的 就看它扁到什么程度 高到什么程度 长到什么程度 先把它基本轮廓掌握住 这眼睛要有准 这是个断链 如果你基本形体不一样 这就不好 比如人家这个字 本来是个方的 你的点化结果大体是差不多的 但整个字形是不对的 那么这个字 你就立模失败了 所以我们说 看了U字跟三字的不同 要仔细观察 它的点化和它的形体 乃至结构 究竟有哪些不同 要细审 才能感觉到这其中的不同 再看看这个字的形书写法 形书写法非常的轻盈 一个数笔下来 一二 星书因为有很大的一个随意性 所以写下之后 高一点也可以 矮一点也可以 肥一点也可以 瘦一点也可以 但是不管是非瘦 还是长短 它都必须是精巧 精妙的 比如说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 这样一个 细的 点化细的 没有关系 写成一个粗状 也没有关系 这都是可以的 再高一点也可以 再低一点也可以 在形书当中 具有它的很大的随意性 但是它的基本笔法 你不能错 比如说这个U字 这两边的连续的 就是这个U字 要写成这个样子 这在形书当中 是一种固定的写法 就是它是一个模式 你写这两边的时候 不管你是写哪种风格的 哪种书体的 当然我们指的是形书 就是说 你在写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必须要这样写 比如说竹子头 也是这样写 竹子头 你不会这样写 你就是没有学习过书法 如果你去这样写形书 这个速度看 也应该说是形书 但是 它给我感到 没有形书的味道 你说你要这样写的话 这是草书 这竹子头 所以我们在写U字时候 中间用的这种 这个笔画方法 也是这样 当然 你不能把这一点 去理解为是竹子头 因为两边是U字 但这个写法 基本就是如此 比如说写一个幼年的U字 那么凯书写的时候 是这样 U一个U 到形书就是这样 一拐一拐 多拐一个不行 多拐成脚丝 这就错了 所以这种写法 它就是形书当中的固定的写法 先把这固定这些模式 这些套路都学会它 比如说 学好形书的时候 首先注意 把所有的偏旁不守的 形书写法都学会 把这个基本东西框架掌握住 然后再一点点 帮你细添东西 这就是学兴书的一种方法 那么学楷书 学草书 也是同样 先把这些偏旁不守的 这些基本写法掌握了 后边的东西 你就容易多了 好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这个兴书的 这个写法 是这样 也可以呢 顿收 最后这一笔 就是这个地方到这 顿收 也可以像个片状势 这样甩过来 也问题不大 看看这次草书的写法 草书就写起来 清莹可爱 是这样 这就是草书 也没有许多种 应该说规范的草书 就应该是这样写 这上面姑且把它看见 是手的形状 然后下面也拐 至于下方这门 是不是必须得连起来 也不一定 也可以这样写 就像 这么一条 它一带 这也是对的 但是若太短了 容易跟香字 混淆 比如说 香臭的香 若这样写的话 这就是香字 当然 更规范的写香字 应该是这样 或者是 底下短一点 但是 写宽放一点 也确实是有 因此呢 要让人感觉到 下方是转折了一下 是这样了一下 那么 右方在这样 证明这左右 都不是点状 再看一下 这样写 这就是U 当然写U字 还有没有另外写法呢 就草书当中 还有这样写的 比如说 写一个竖笔 一边一个点 就把 这个 在新书当中 已经简化了 又再度的简化 那么也有的呢 在这地方 加一个 就是稍稍一点 右方一带 这就半青半草了 因此呢 我们说 草书当中 有很多的变化 只要学会一种 那么你先有一个参加的 就怕你 遇到草书 就把你给拦住了 这就是个大问题 好的 我们最后再写下 草书的这个U字 好的 关于U字的 这三种书体的介绍 我们就暂时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